第1101张龙角异物 等等 混音韩玉 黑熊金先前给我找来的一块混音圆巾 听名字和混元韩玉颇为相近 不知是否是相同种类的灵才 沈洛本有些气馁之际 突然回想起一事 怎么 沈兄想要那万年火灵木 火灵木具有纯阳 滴血两大功效 而且年份越久 效果越强 这跟万年火灵木确实是好东西 欧红注意到沈洛的视线 问道 不错 此物对我非常有用 只是这金甲青年刚刚说的混音韩玉是什么灵才 沈洛问道 混音韩玉是一种寒冰灵才 传闻只有在万载冰川下才能寻到 其中韵一种特殊的混音韩器 对人体非但无害 反而具有降心火 灭心魔的功效 极其珍贵 欧红说道 我手中有一枚混音圆巾 欧兄见多识广 不知和那混音韩玉是否有关 沈洛取出那枚混音圆巾 递了过去 混音圆巾 此物和混音韩玉是类似的灵才 其中也蕴含混音韩器 不过混音韩玉内的混音韩器更加精纯 沈兄额外添加一些灵才或者仙玉 应该能换来那块万年火灵木 欧红看了沈洛手中的混音圆巾一眼 说道 沈洛文言松了口气 起身道 在下手中没有混音韩玉 但是有一枚混音圆巾 再添加两千仙玉 换阁下那块万年火灵木 如何 金甲青年等了好一会 下面无人出声 正案子交集 听到沈洛说话 立刻面色一喜的忘了过来 这位道友 可否拿上台来让我细看 沈洛纵身飞到台上 将混音圆巾地上 金甲青年牵歇医生结果 眼中浮现出一层金光 似乎是某种铜术 仔细检查 片刻之后 他才抬起头 眉头微醋 似乎对混音圆巾不是很满意 诸位中真的没有人拥有混音韩玉 品质稍次一些也行 金甲青年扬声道 沈洛听闻这话 心中顿时紧张起来 也撇向下方众人 好在下面人群悄然一片 无人应答 金甲青年面上闪过 失望之色 转向沈洛 好吧 我换了 沈洛暗自松了口气 又取出两千仙玉地上 金甲青年也爽快地 将万年火灵木地了过来 沈洛接过此幕 感受着上念浑厚 无比纯阳的气息 心中激动不已 平复了一下心绪 才转身飞回座位 恭喜 欧红道喝了一声 多亏了欧兄指点 沈洛将万年火灵木收入琳琅环 心情极好 哈哈笑道 前方时台上 金甲青年又询问天不老 连问了两遍 都无人应答 只好信信下来 沈洛刚刚从台上下来 没有立刻再上去 又等了几轮后 才再次登台 眼龙龙脚一只 菩提木一根换取大乘七修饰修炼之物和炼体丹药 他取出菩提木盒那个木盒 木盒内只装着一只眼龙龙脚 眼龙龙脚珍贵无比 一只已经足够 沈洛现在需要快速提升修为 等不及黑熊金那边了 而且这两种东西都是今年累月的消耗品 再多也不会嫌多 眼龙龙脚 上古时期炼制化雪神刀的材料 此物真的假的 别被骗了 这种阴毒之极的气息 绝不会错 确实是眼龙龙脚 这时间真的还有眼龙 此龙族不是在上古便灭绝了吗 沈洛话音刚落 大殿内顿时一片大乱 很多人惊呼出声 人群之中 那个黑袍人 红月老祖 白熙 以及刚刚那个金甲青年四位真仙妻修士都看了过去 甚至于旁边的接引道人也睁开眼 惊疑了一声 这位道友 我没有炼体丹药 不过这里有三瓶血水晶 想要换取那只眼龙龙脚 不知是否可以 一个大乘后期的轻袍大汉站了起来 等一下 那只眼龙龙脚龙我要定了 用一葫芦铁骨丹换 另一个修士豁然站起 急切地说道 其他好几名修士也取出各种丹药 灵悟 想要换取那只眼龙龙脚 反倒是菩提木没有人问津 哼 一些普通的灵财丹药 也想换眼龙龙脚这等珍宝 一个冷哼声响起 确实那个白皙 原本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虽然有人对此等拖大之余很是不满 但涉于白皙的身份和实力 没有人开口反驳 这位是神道友巴 这里有一瓶号称万水之源的一元真水 换你这只眼龙龙脚 如何 白皙取出一个蓝色玉瓶 瓶身贴着几张封印符录 虽然有封印阻隔 一股浑厚无比的水之灵气 还是从瓶内透了出来 在周围形成一团阴云般的水雾 沈落神色微变 他先前也得到过一元真水 可都是按照低来计算 这白皙竟然直接拿出一瓶 不亏是犀牛鹤州著名商会首领 这么多一元真水 莫说修炼到大成后期 就是突破真仙期也绰绰有余 沈落有些心动 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显露出几分愁愁 想看看其他人的报价 白道友真是家大业大 直接拿出了一瓶一元真水 佩服 不过这眼龙龙脚贫僧也有些兴趣啊 又一个声音响起 确实那个红月老祖 我 红月道友要用和物根审道友交换 白皙看了过去 客石山一脉加小夜宝 和白皙商会没法比 不过贫僧前些时日 侥幸得到了一些万灵金谷叶 还算有些价值 红月老祖笑着取出一个金色葫芦 葫芦上没有设进制 众人神识轻易变探入其中 里面装着一葫芦金色灵叶 散发出厚重无比的元气 万灵金谷叶 店内众人识获得都深吸一口凉气 万灵金谷叶乃妖族秘法 提炼众多妖兽的骨髓精华而成 涂抹在身上能够极大的强化肉身 而且此灵叶 提炼的妖骨数量越多 强化肉身的效果就越强 按照提炼的妖骨数量 分百灵铁骨 千灵银骨 以及万灵金骨三个等级 神诺以前虽然没接触过这妖骨灵叶 但这一葫芦万灵金骨叶 蕴含的元气异常充沛 足够它将肉身淬炼到极其强横的地步 就是将黄亭金再修炼两层都有可能 万灵金骨叶 想不到红月道有手中有如此重宝 白皙面色凝重了几分 为几分家底 在下岂赶来这百果仙会出臭 红月老祖淡笑一声 第1102章无法拒绝的条件 看到白皙和红月老祖拿出的宝物 其他人纵然寄予眼隆隆角 但也只得无奈放弃 而那金甲青年静静坐在那里 也没有出嫁的意思 不知是不需要眼龙龙角 还是身上没有合适的宝物 沈若剑没有人要出嫁 心里快速做着比较 是要一元真水还是万灵金骨叶 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还是先用一枚眼龙龙角兑换那瓶一元真水 然后等交易会结束 私下里再找那红月老祖 用另一枚龙角换来那葫芦万灵金骨叶 呵呵 二位道友真是出手阔绰 不过在下对这眼龙龙角也颇为喜爱 沈若正要说话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却使那个黑袍人开口 红月老祖 白皙眉头都是一皱 将视线投放过来 沈道友 这是我开出的条件 你看一下 黑袍人没有理会红月老祖和白皙 举手一挥 一道白光射出 落在沈若身前 却是一枚白色玉剑 沈若接住预见 差异凝望了黑袍人一眼后 将神石眉入其中 好 成交 他面上显出难以抑制的喜色 立刻说道 慢着 沈道友 这瓶音源真水你真的不考虑 白皙眉头一皱 急忙说道 多谢白皙前辈和红月前辈好意 不过这位道友开出的条件 让我无法拒绝 沈若对白皙和红月老祖点点头 说道 白皙面色难看起来 却也没有说什么 挥手收起了那瓶音源真水 是吗 不知这位道友给阁下开出的是何物 红月老祖却看向黑袍人 语气不善地问道 这可是我和沈道友的私事 和阁下没有关系吧 黑袍人冷冷说道 红月老祖眼睛一眯 眉毛无风自动 眼神之中更闪烁出森森杀鸡 那黑袍人丝毫不惧 和红月老祖对视 一股肃杀之意弥漫开来 无量天尊 白果先会禁止任何争斗 二位道友三思而行 一个淡淡声音响起 却是接引道人开口 红月老祖和黑袍人浑身微微一震 接引道人刚刚的话语声音不大 却似蕴含着无边法力 汉人心神 让二人心中杀意化解不少 哼 红月老祖忌惮接引道人神通 缓缓坐了下去 脸上却一片森然 谁都知道 这位真仙中期的存在已经动了真怒 事情不会善了 沈兄 你要当心 这红月老祖脾气古怪 而且心眼不大 说不定会连你也一起记恨上 凹红的声音在沈洛耳中响起 沈洛眼神闪动了一下 没有说话 那黑袍人丝毫也不在意 转向沈洛 沈道友 这里吵吵嚷嚷 我们之后再交易 好 沈洛微微点头 将眼龙龙脚和菩提木收起 转身走回了座位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交易会继续进行 足足过了一个多时尘才结束 外面天色已经全黑 不过武装关内到处亮起明亮的白光 照射的灯火通明 既然没有人在上台了 那我宣布 白果仙会到此圆满结束 今日天色已晚 诸位道友若无要事在身 还请在关内歇息 明日参加百真宴 街引道人起身环视四周 笑道 百真宴 沈洛传音和敖洪交流 就是武装关取出一些珍藏的鲜果 请我们品尝 敖洪解释道 沈洛听闻是个吃吃喝喝的宴席 顿时没了兴趣 不过他还要和那黑袍人交易 之后还要求见真原子 自然不能离开 众人离开琉璃店 少部分人直接告辞 大半人留了下来 跟着武装关的是从招武装关更深处飞去 很快来到一座足有树 十亩大小的庄园 庄园内是一座座独立的建筑 看来是代客之用 内部亭台楼阁 花园流水 布置得非常雅致 沈道友 这里是你的住处 一个武装关弟子带着沈洛来到一座靠前的阁楼处 沈洛打量周围的环境 阁楼前便是一座花园 旁边还有一处核花池 无论位置还是风景都是庄园内最好的 他不由得感慨修仙世界也是利益至上 若非先前在交易会上拿出了眼隆隆角这等奇物 也住不到这么好的地方 不错 让明月道友费心了 沈洛对那武装关弟子含笑点头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夜色已深 沈道友早些些些吧 明月行了一礼 便要告辞 道友若无要事 近来一序如何 沈洛突然开口邀请 自无不可 明月一正 随即笑着说道 沈洛请了明月进屋 取出茶叶泡了两杯灵茶 这茶叶是从金阳宗宗主敏川储物法器中得来 是东海特产的灵茶物山 味道与众不同 更有宁神尽心的功效 着实是上品灵茶 只是此茶产量稀少 这才名声不鲜 好茶啊 不知此茶叫什么名字 产自何地 明月似乎是好茶之人 饮了一口后 顿时灭露陶醉之色 赞叹不已 此乃东海特产的雾山灵茶 明月道友如果喜欢 拿两包品尝便是 沈洛取出两包茶叶地了过去 这 如此厚礼 在下岂能白收 明月实在喜欢这雾山灵茶 可又觉得无功不受禄 没有接下 居居小茶 明月道友无需客气 沈某有一事询问 想请明月道友指点 沈洛说道 沈道友有事请说 明月听闻沈洛有事相求 心中反道亦安 实不相瞒 沈某此次来武装官 是为了求见真元子前辈 参加百果仙会只是碰巧 不知明月道友能否替我引荐 沈洛说明了来意 拜见师父 不知沈道友所为何事 明月面线亚瑟 随即略有警惕地问道 沈某有一件重要法宝损毁 素文振元子前辈精通炼器之术 故而特来相求 修复法宝 沈洛也没有隐瞒 沈道友原来是想修复法宝 此事倒是不难 师父有一尊日月周天卢 神妙无比 能炼化周天万物 任何法宝都能修复 不过师父目前却不在关内 明月神色一松地说道 不在关内 镇元子前辈去了何处 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沈洛一阵问道 师父去了天庭尼罗宫 拜访先有 他老人家行踪向来不定 有时数日便归 有时可能要过上好几个月 才会回关 明月摇头道 第1103章界来移用 沈洛文言皱起了眉头 但很快又舒展开来 道 既然镇元前辈不在 那我便等他一段时间吧 经沈道友安心在此地住下 师父一旦返回武装官 我立刻通知你 明月说道 那多谢明月道友了 沈洛谢道 明月也没有久坐 和沈洛随意聊了几句后 很快告辞离开 沈洛又取出两包物山灵茶 硬塞给了对方 明月推辞不过 加上确实喜爱这灵茶 变收了起来 纵走明月 沈洛便在阁楼附近布置了 数层静置 然后在主厅内闭目静坐 片刻之后 他突然睁开眼睛 掐绝对外面一点 屋外静置光幕纷纷朝两侧裂开 形成一条通道 一道身影缓步走了进来 正是那个黑袍人 你来了 东西在这里 你的呢 沈洛没有废话 取出眼隆隆脚 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黑袍人也没有多言 扶袖在桌上一挥 两件东西出现在上面 一个蓝色玉瓶和一个木盒 玉瓶周围浓郁水灵支气翻涌 和白皙先前取出的 那瓶一元真水情况一模一样 那个木盒也缓缓打开 露出一颗金清两色的鲜果 正是那枚风雷仙枣 沈落望着玉瓶和那枚风雷仙枣 眼睛微亮 黑袍人开始的条件是 一瓶一元真水加半颗风雷仙枣 风雷仙枣乃是九天神果 就算只有半颗断体效果也远不是那万零金谷叶可比的 好 将鲜果一分为二 这枚眼龙龙脚你拿去吧 沈落有些迫不及待的说道 解慢 眼龙龙脚一体双生 我想另一枚在阁下手中吧 只是交易会上你没有拿出来 黑袍人却说道 不错 另一枚确实在我手中 沈落眉梢一挑 点头说道 沈道友将龙脚拿出来交易 看来其对你作用不大 不知另一枚龙脚是否也能卖给我 黑袍人声音一喜 立刻追问道 你要另一枚眼龙龙脚 此物对我来说确实不重要 不过我目前并无急需之物 没有卖掉眼龙龙脚的打算 沈落目光一动 随即摇头道 眼龙龙脚何等珍贵 他自然是打算留在手中 日后说不定便能派上大用场 我用另外半颗风霉仙草和 这些红莲夜火和你交换如何 黑袍人翻手取出一枚白色圆珠 珠内存在着一个空间 里面珠红色火焰涌动 赫然正是红莲夜火 数量不少 沈落微露惊喜之色 但目光又突然一明 望向黑袍人 阁下怎么知道我需要这红莲夜火 莫非这黑袍人认得自己 他在三届舞会期间 虽然使用过纯阳剑胚 却从没有催动里面的红莲夜火 沈道友修为虽然高深 隐匿气息的手断了德 不过在下毕竟是真仙气修士 而且颇为精通探查之术 勉强能看得出到有本命法宝的 吸许气息的 黑袍人笑道 沈落将信将疑 却也没有深究此事 凝望着那白色圆珠 圆珠内存储的红莲夜火着实不少 如果能将其融入纯阳剑胚内 剑胚威力定然能大增 而那眉眼隆隆角 他留在身上也无大用 既然道友如此有诚意 沈某如果再拒绝就有些不尽人情了 沈落考虑了片刻 点点头 取出另一眉眼隆隆角 多谢沈道友成全 黑袍人大喜 激动的接过眼隆隆角 沈落眉梢一挑 看起来这眼隆隆角对此人真的很重要 交易结束 黑袍人当即告辞离开 沈落和此人不熟 便没有挽留起身送其离开 看到黑袍人身影消失在远处 他正要回屋 沈兄 欧红的身影从旁边走了过来 不是何时到的他屋外 欧红也选择了留下 住在沈落附近的另一处阁楼 欧兄 月已经深了 你还没有休息 沈落略微有些惊讶 在下心中有事 睡不着 来找你聊聊天 沈兄不会不欢迎吧 欧红说道 哪里 欧兄请进 沈落笑着将其迎进屋 疑 一元真水 风为仙枣 这个珠内的莫非是红年夜火 那黑袍人用这么多宝物换取那对眼隆隆角 难怪沈兄白天在交易会上一口答应下来 欧红目光扫过桌子 笑道 那黑袍人交易完便走 沈落送其出去 还没有来得及将桌上几件宝物收起来 多亏欧兄将两只眼隆隆角赠我 这几样东西 欧红如果看得入眼 尽可拿去 沈落说道 我先前已经说了 用那对龙角换沈兄的一次承诺 那龙角既然是沈兄之物 这些东西自然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欧红正色道 沈落见词 没有说什么 将这些东西收了起来 两人闲聊了一阵 都是歇不着编辑的话 欧红数次想要说什么 可都没有说出口 欧红今晚过来 可是有事和我相谈 不必会言 但说无妨 沈落微微一笑 直接问道 沈兄猜得不错 欧某过来 确实有一事相求 欧红一致 随即苦笑着说道 欧红请说 沈落点头道 听说沈兄你手中有一枚 能解万毒的宝珠 和一柄上补至宝斩魔残剑 想要借来一用 算是我赠你那对龙角的报偿 欧红拱手说道 我确实有斩魔残剑和一枚善于解毒的宝珠 不过此事我并未外传过 欧兄如何知道 沈落听了这话 心中一震 问道 斩魔残剑道也罢了 他有万毒混圆珠的事情 除了白霄天和圆秋外 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是从圆秋道友那里听说的 前些年我在东海猎杀一头妖物时 偶然和他结识 欧红说道 果然是圆秋 沈落暗哼一声 圆秋先前一直待在天侧空间内 天侧消失后 他还有些担心圆秋是否还活着 现在看来其不但活得好好的 还四处乱说他的隐秘 那两件宝物如今都在我手中 熬兄要借去一用 不过是小事一桩 如此便抵过那对眼龙龙脚 沈落收射心绪 问道 这两件宝物对沈道友来说或许不算什么 但对我来说 却至关重要啊 欧红正色道 第1104章一样 既然欧兄这么说 沈某岂会不答应 只不知你要用多久 沈落看着欧红 本有心想问他借这两件宝物做何事 但略意权衡 还是没有问出口 多谢沈兄 两三日避孩 欧红有些激动的说道 沈落松了口气 他现在魔器缠身 全靠斩磨残剑才能镇压 可不能离身太久 他取出斩磨残剑和万毒混圆珠 递了过去 欧红急忙接下 沈落随即又指点了催动两件宝物的方法 欧红用心记住 很快告辞离开 募送欧红身影消失 沈落转身回屋 也没有闲着 翻手取出刚刚得到的玉瓶 倒出一滴一元真水 捧在手心 浓郁无比的水之灵气散发 不多时 整座阁楼边的湿润无比起来 黑袍人给他的一元真水 颇为精纯 不在黑熊精找来的那滴之下 沈落运转无名功法 吸收真水中的水之灵力 一夜时间 沈落吸收了这滴真水 差不多十分之一的水之精华 法力精进了些许 天色放亮 他从修炼密室内走了出来 神情微微一正 客厅的桌子上 静静摆着一个清浴霞 有二尺多长 阴阴发光 看起来不是反雾 有人来过 沈落面色一沉 他已经在房间周围布了数层禁制 这些禁制虽然不是两一微城镇 也颇为高明 竟然有人能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潜入进来 究竟是谁 沈落心中面头转动 挥手发出两道蓝光 凝成两只蓝色手掌 轻轻打开玉霞 他面色微变 玉霞内放着的赫然正是万毒混元中和斩魔残剑 赤骚红来过 他这么快就把这两件宝物含了回来 已经用好了 沈落没稍一先 却也没有多考虑 将二物和青色玉霞都收了起来 就在此刻 一阵砰砰的敲门声从外面传来 沈落掐决散去屋外的静置 转身打开房门 一道身影站在外面 却是那明月 明月道友 沈落颇有些意外明月这么早来他这里 但还是微笑打了个招呼 沈道友 昨晚休息的可好 明月笑着说道 武装观人节地灵 我昨晚打坐修炼了一夜 借助此地的浓郁灵力 颇有收获 沈落哈哈笑道 明月闻言朝密室方向望去 那里还有一股浓郁的水之灵力 痕迹在荡漾 那就好 百真雁马上就要召开 还请沈道友一步开明店等待 我还要去通知其他道友 先失陪了 明月很快收回视线 拱了拱手 转身快步离开 沈落看着明月的背影 脸上笑容慢慢消退 眉头微皱起来 她的悬疑迷童早已大成 当才明月虽然神情平静 但她从其眼神深处看到了宁众和猜疑 明月似乎是借着问候 过来调查什么 武装官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沈落难难自语 随即收舍思绪 不管武装官发生了何事 都跟她毫无关系 沈落望向旁边敖洪的住处 那里大门敞开 显然敖洪已经离开 她纵身而起 招武装官身处飞去 昨天晚上 明月已经到知了她开明店的所在之处 依沈落的顿速 很快便来到了开明店 大步走了进去 开明店不比昨日的琉璃店小 店内摆满了一张张方桌 昨日留下的修饰 此刻大半都已经到了 敖洪也坐在一张方桌后 只是店内气氛却有些沉闷 不少修饰三五成群 窃窃私语着 敖兄 发生了什么事情 沈落走到敖洪身旁 我也不是很清楚 昨天晚上武装官内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早上起来 武装官弟子就都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 敖洪摇了摇头 沈落暗道一声果然 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搅拌个时辰过去 昨晚留下的修饰很快都集中到了开明店内 官内出了点小事 在下前去处理 耽误了一点时间 让诸位久等了 接引到人出现在店外 笑容满面的走了进来 接引前辈 店内修饰朝对方行了一礼 大家既然都已经到了 还请入席 那摆真宴这便开始吧 接引到人寒笑说道 早已等候在开明店内的一些侍从取出各类鲜果 摆在店内的桌子上 吃起名身穿泥肠长裙的貌美女修步入店内 大殿旁边也进来几名抚琴吹消的乐师 奏起婉转的乐曲 那些泥肠女修随着乐曲 翩翩起舞 歌舞相应 胜过凡间的歌舞不知多少 大殿外的一些摇草奇花也随之晃动起来 似乎也在跳舞 店内群修饮见此景 很快也放下了心中的猜疑 纷纷落座 一边品尝铃果 欣赏歌舞 一边谈论着修仙界的各种奇闻意识 沈落也放松下来 品尝生前的铃果 盘算着镇原子何时能够回来 时间飞快过去 转眼过了一两个时辰 歌舞已经尽兴 座上的仙国也很快被享用了大半 不少修士已经想要离开 只是接引到人却没有宣布宴会结束 大家只好继续留在此地 有些古怪啊 沈落心中暗道 神色突然微微一变 一丝极其微弱的神识波动在他身上扫过 似乎在探查着什么 沈落如今修为虽然不高 梦境中修为却达到了天尊境界 各种施法经验仍在 对于神识的操控达到了极其精妙的境界 自信不会感应错 怎么回事 莫非武装官有意留下我们在这里 方便他们探查什么 他心中暗道 不过他还要请求证员大仙修复预诊 虽然察觉到不妥 却也没有声张 又过了半个时辰 接引道人仍旧在那里谈笑风生 可下面的修士已经开始不大耐烦 接引前辈 多谢武装官的真果和耕武 在下已经十分尽兴 只是在下还有要事需要处理 这便告辞了 一个青袍修士站了起来 告辞道 青云道友何必着急 待会还有一批鲜果要送来 这批鲜果中有一种洗鲜果 服用之后具有洗涤心灵的作用 对青云道友的换心绝大有作用 接引道人说道 多谢接引前辈好意 不过在下确实有要事在身 改日再来武装官拜会 那青袍修士坚定的摇头拒绝 说完此话 此人朝接引道人一抱拳 转身朝外面行去 可他刚要踏出店门 一道青色光幕突兀出现在前方 将大门堵死 挡住了去路 青袍男子身体一碰到光幕 一股柔和大力狂涌而来 身体蹬蹬蹬连退了三步才站稳 第1105章天地宝剑 接引前辈这是何意 青袍男子面色一变 豁然转身贺道 店内其他修士看到此目 神色也都是一变 纷纷起身而立 诸位道友莫要误会 本官对各位绝无恶意 还请大家在此在伤后 接引道人起身拱手道 接引道友有话还请直说 白眸可没兴趣被人用尽致囚禁起来 说话的人却是白皙 脸色不渝 他乃是犀牛贺州的商会首领 何曾遭到过现在这般待遇 红月老族以及那金甲青年的神情 也都差不多 白皙道有稍安勿躁 在下将诸位留在此地 却也是迫不得已 实不相瞒 就在昨晚 本官果园深处的几株仙品林果 遭到了盗窃 损失惨重 甚至连本官的镇官之宝 人参果也被贼人偷走了三个 接引道人沉生叹道 人参果被盗 竟有此事白皙豁然变色 其他人也都哗然大惊 人参果大名鼎鼎 几乎算得上三界第一鲜果 每一万年才结几十个 如今竟然被偷了三个 沈落眸中也闪过震惊之色 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难怪早上明月来他那里的神情古怪 还暗中探寻他昨夜在干什么 原来是为了寻找线索 昨天晚上 沈落突然心中一紧 不留痕迹地瞟了旁边的敖红一眼 敖红来武装官的目的便是为了人参果 而且其昨晚突然问他借万毒混元中和斩魔残剑 莫非是偷果之人是他 然而敖红脸上也一片恶然 看起来并不是伪装 沈落暗中运转悬音泥桶 也没有看出丝毫破绽 敖红脸上神情完全发自内心 莫非不是他所为 沈落心中暗道 他的悬音泥桶早已大成 对于细微事情的观察力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别的事情不敢说 在茶言观色上 任何演技都休想骗得过他 人参果树附近不由本门禁止 一处便会示警 昨晚我察觉有人盗宝 立刻张开了武装官的护法大阵 现在那贼子还在官内 留诸位道友在这里 是为了清查出那贼人身份 还请诸位见谅 接引道人继续说道 众人这才明白原委 四下张望 面上都带上一丝警惕 既然是出有因 我等也不是不明事理之人 接引道友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探查了 有什么手段 直接用出来救世 尽快找出那道果之人 也好解除我等的嫌疑 白希说道 他显然也发现了先前偷偷扫过的探查波动 其他人也纷纷阴和 脸头称是 多谢诸位道友大度 接引道人大喜 起身抱拳 他随即抬手对外面一挥 大殿门口的青色静置上显现出一个门户 使几个武装官弟子于官而入 沉落认识的清风 明月都在其中 其他人羞为也都达到了大成期 清风 明月等人在大殿各个角落处站定 翻手取出一面面阵棋 阵盘等物 施法催动起来 接引道人也取出一面黑白两色的大棋 双手十指车轮般的飞快掐动 大棋上顿时绽放出一道黑白两色的光柱 清风 明月等人的阵棋阵盘上也腾起阵阵光芒 和那道黑白光柱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道半球形的光照 笼罩住店内所有人 光照一半黑 一半白 仿佛太极图案一般 店内群修虽然承诺让接引道人随意探查 但看到此幕 不少人面露戒备之色 诸位稍安勿躁 这是我武装官的太极生化大阵 专善探查 并无攻击力 接引道人说道 众人听了 这才稍微安心 接引道人见此 催动太极生化大阵 原本笼罩着整个大殿的白色光幕慢慢缩小 从店内众人身上缓缓扫过 被白色光幕扫过的修饰 不由自主涌现出 全身上下都被探查一遍的感觉 这种感觉虽然不好受 可武装官丢失的是人生果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偷果之人 众人也只能默许接引道人他们的探查 沈洛很快也被太极生化大阵掠过身体 无数道探查波动 从四面八方扫过他身体的每一寸区域 琳琅环内也被探查波动侵入进来 沈洛毫无心理压力 坦然面对接引道人的探查 眼睛余光扫过旁边的敖洪 敖洪神情间一派平静 任凭白色光幕划过身体 没有任何异样出现 眼见此景 沈洛眼神闪动了一下 太极生化大阵很快将殿内群修都探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异常之处 殿内修饰彼此相望 一时都没有说话 看来那嘴子隐藏颇深 太极生化大阵也探查不出来 诸位道友在稍等一下 我用磁宝探查 接引道人眉头皱起 而后说道 然后他翻手一挥 掌心金光闪过 多出一个青铜色的方形盒子 上面有一个窗户形状的开关 一左一右的紧紧关闭着 上面分别写着天地二字 这是何宝物 沈洛距离老远也能感应到 这方形盒子内蕴含的惊人灵力 好奇的上下打量 店内其他人也都面露疑惑之色 显然都不认得此宝 这是天地宝剑 一旁的敖洪眼睛微微瞪大 惊呼出声 天地宝剑 这是何宝物 沈洛好奇的问道 父亲其他人也听到敖洪的声音 也看了过来 那是阵员前辈手中的一箭至宝 据说沟通天地 只要法力足够 其能映照出三界内所有的地方 敖洪回过神来 缓缓说道 世间还有这种宝物 沈洛听得一惊 沃洪道友不愧是东海龙子 见多识广 不过真正的天地宝剑在关主身上 我这个只是仿制品 无法探查三界 只能用于探查某个人 接引道人也听到声音看了过来 微微一笑地说道 即便如此 也狠了得了 接引道友打算如何探查 用此宝主意映照我等 沃洪说道 虽然有些冒犯各位 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还请诸位道友多包含 接引道人抱拳环视了一圈 说道 店内群修已经被检查了一次 再来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 都没有提出异议 第1106章质疑 接引道人用这天地宝剑真能找出到果之人 沈洛传音和敖洪交流道 有可能 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法并不可靠 盗宝之人肯定已经将所得鲜果收藏妥当 未必会随身携带 敖洪传音回道 沈洛文言略意沉吟 没有再说话 前方 接引道人已经开始催动那仿制的天地宝剑 一个个探查起了在场的修饰 据我对天地宝剑的了解 此物还具有追踪气息的神通 接引道人手中的仿制品 不知是否也有这个能力 欧洪默然了一下后 突然又传音说道 沈洛听了这话 心中微微一动 欧洪这没头没尾的话什么意思 是在提醒他收好斩魔残剑和万毒混元珠 难道人参果被切真的和敖洪有关 现场残留有万毒混元珠和斩魔残剑的气息 沈洛心中念头涌动 眉头微醋了起来 如果预诊还完好 直接将斩魔残剑和万毒混元珠丢进天侧空间变形了 任凭什么探查法宝都休想探查到 可是现在 他可没有什么隐藏斩魔残剑以及万毒混元珠的办法 我先前放在你屋内的那个青色玉侠士传说中的空域 蕴含空间之力 侠内自成一界 应该能躲避过天地宝剑的探查 欧洪的声音再次响起 沈洛文言雷沙往上一扬 难怪欧洪早上会送那个青玉侠子过来 不过他先前已经将斩魔残剑和万毒混元珠从侠子里取了出来 得马上送回去才行 沈洛缓缓运其法力注入琳琅环 将斩魔残剑和万毒混元珠放回青玉侠子里 然后不动声色的将袋子带住 青色玉侠内 斩魔残剑和万毒混元珠的气息果然彻底消失 近在咫尺也探查不到 看来这玉侠还真是有些神通 沈洛见此 紧绷的心弦放松了下来 抱歉 敖洪的声音再次响起 沈洛深深凝视了敖洪一眼 没有说话 只微不可查地摆了摆手 二人接下来没有再有任何交流 静静等待接引道人的探查 足足过了一刻钟 终于轮到二人 沈洛首先上前 沈道友 情非得已 还请见谅 接引道人有些歉意地说道 无妨 接引前辈尽管施法便是 沈洛笑了笑 接引道人微微点头 两手飞快掐绝 一连数道法绝打在天地宝剑上 天地宝剑上的两扇开关顿时打开 一束融合的金光从中射出 落在他身上 沈洛感觉到一股柔和的力量侵入自己体内 任何法力或者宝物都无法阻挡 自己在这金光前好像没有任何秘密能够隐藏住 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 这探查的效果 比之前的太极生化大阵强大了数倍不止 琳琅环内也被这股柔和之力侵入 笼罩住里面的所有东西 他表面平静 呼吸心跳也没有任何异样 注意力密切关注着琳琅环内青玉霞和天地宝剑上的情况 那骨柔和之力扫过青玉霞 如同溪水碰到岩石 从两侧流淌过去 并未侵入到内部 而天地宝剑上金光平静 显然没有探查到异样 沈洛剑此案自松了口气 但随即发现一件事情 眉头险些挑动 天地宝剑金光碰到那破碎的玉震 竟然也分流而过 而且分流的程度还在青玉霞之上 根本没有碰触到玉震 讲不到玉震碎裂后 竟然还有这等神通 他暗称奇 而后立刻稳定下心神 以免这天地宝剑具有探查神魂状况的神通 察觉到他的异样 接引到人看着天地宝剑 内部是一处金色镜面 清晰地映照出沈洛的身影 和检查其他人时一样 镜面中的沈洛身影没有一点波动 这个沈洛也没有问题 难道用天地宝剑无法探查到那个贼子 接引到人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心情略微有些烦躁 正要挥手收回天地宝剑 金色镜面内的沈洛 丹田未知突然浮现出一道金色光芒 并轻轻闪动了几下 接引到人神色立刻一变 目光变得凌厉无比 刀子一般紧紧盯着沈洛 沈生道 沈道友 你丹田内藏恶何物 还请取出来让在下看一下 如今镇原子不在武装官 官内一英事务都由接引到人主持 人生果被窃 接引到人看上去平静 其实心中早已愤怒之极 附近众人都是已经 尽数看向沈洛 难道到果之人是他 怎么可能 这沈洛只是一个大成期修士 此人能在三届舞会上夺魁 必定有些特别的神通 说不定真是他 店内众人窃窃私语 一些修为不强的人急忙远离了几分 欧洪剑此面色未变 心中却是咯噔一下 难道空欲欲侠 没能彻底遮掩住 斩魔残剑和万毒混元珠的气息 他垂下眼帘 心绪大乱 昨天晚上他确实潜入了武装官内 用斩魔残剑和万毒混元珠 破开人生果树附近的禁制 偷取了一枚人生果 辣莓果子现在藏在他身上 也用一个空欲欲侠收藏着 如果这仿制的天地宝剑能够探查 进空欲欲侠 他的人生果也无法保住 沈洛面露恶然之色 但他很快明白引发天地宝剑 异动的是纯阳剑胚 此物吸纳过几次斩魔残剑的纯阳之力 携带了一丝斩魔残剑的气息 被天地宝剑罩了出来 失策 怎么忘了纯阳剑胚了 他暗暗懊恼 面上却没有失态 这是我的本命法宝 一剑尚未练成的非剑罢了 此物有何问题吗 沈洛翻手召唤出剑胚 问道 纯阳剑胚只是吸收了几次斩魔残剑的纯阳之力罢了 这些年又在自己体内不断瘟养 早已将斩魔残剑的力量练化 就算这天地宝剑神奇 最多也只能察觉到相似的气息 不可能就此确认 接引道人没有理会审落 紧紧盯着纯阳剑胚 掐绝对天地宝剑一点 宝剑内射出的金光浓郁了被许 形成一道水桶粗的金色光柱 将纯阳剑胚笼罩其中 光柱内更显现出一缕缕金丝 将纯阳剑胚一层又一层的包裹住 接引道人眉头微醋 这眉剑胚内蕴含的纯阳之力 确实和人参果树附近近置上残留的剑气有些相似 但也只是相似而已 并非同一种类 而且这眉剑胚力量弱小 绝不可能斩破果树附近近置 不过在寻道道果之人的大前提下 任何一点线索 他也不会放过 第1107章得寸进尺 神道有这件法宝的气息 和人参果树附近残留的气息颇为相似 两者之间的联系恐怕不浅 在下斗胆 请审道有将储物法器内的东西技术取出 让在下检查一二 接引道人微微拱手道 让我将储物法器内东西技术拿出 接引前辈 你虽然是前辈高人 可提出此等要求 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吧 再说 你先前不是已经用天地保健探查过我全身上下 包括储物法器 何必要再多此一举 神洛心中一领 表面做出强暗怒火的样子 那空欲欲辖具有隔绝气息的功效 躲避过了天地保健的探查 可若用肉眼去看 此物必定露现 在场众人也觉得接引道人此举有些过分 检查别人的储物法器已经是大忌 更别说将储物法器内的东西技术取出 这不至于让人闹事中脱光衣服 我的这个天地保健只是防制品 神通有限 有些东西还是亲眼过目一下才能放心 接引道人与气平静 但言下之意却没有丝毫让步 哼 阁下说得真是轻巧 神某好歹也是三界五会的优胜之人 今日若受此大辱 日后还怎么见人 小茅山和春秋观如何还能在修仙界立足 神洛冷然说道 不过检查一下储物法器而已 神道友何必说得如此严重 莫非你那储物法器中真有什么见不得人之物 接引道人目光一鸣地说道 神某行得正做得直不似某些人 竟做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神洛冷笑一声语气尖锐了起来 接引道人嘴唇一鸣 一缕杀鸡在眼眸中涌现 店内众人神色各异 不少人望向神洛的视线都闪过一丝钦佩 接引道人的要求故人过分 可像神洛这样 丝毫不惧武装官的威名和接引道人的高深修为 直接出言顶撞的人可不多 钦佩归钦佩 店内群修也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 武装官实力强大 更有阵原子这尊大能坐阵 哪有人敢出来触眉头 神道友接引道友 大家都是同道 何必弄得这般剑拔弩张 已在下之界 二位还是各退一步 将这件事情圆满解决得好 否则耽误了搜索那道果之人 让其设法逃脱 岂非舍本竹墨 一个声音响起 却是那个金甲青年 神洛朝金甲青年望去 面露诧异之色 昨晚他已经从明月那里打听到了此人姓名 叫做江神天 天公得意弟子 想不到此人会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不知江道友有何良策 接引道人对江神天似乎很是顾忌 文言威义沉吟后说道 神道友 接引道友也是为了查明前入武装官的盗果贼子 并非刻意对阁下不尽 还请道友体谅他的心情 至于接引道友 你可以检查神道友的储物法器 但用神识检查即可 不要将其取出来 毕竟那里面都是神道友的藏品 不宜让太多人看到 而且接引道友看过之后 还要启示 不能将神道友的东西告诉任何人 将神天先望向神洛 而后又对接引道人说道 接引道人刚刚也是一时怒火上头 才提出让沈洛江储物法器内的东西禁述公开 稍稍冷静一些后 便有些后悔口不择言 只是沈洛态度强硬 让他骑虎难下 无法说出退让的话 现在将神天提出来 他装作考虑了一会 道既然将道友开口 在下其有不一 就按道有所言 多谢接引道友大度 沈道友 你觉得此法如何 江神天点点头 而后转向沈洛 江道友既然开口 在下自然要卖个情面 沈洛低头沉吟了一会 开口说道 江神天面色微喜 嘴唇微张 正要说些什么 我可以教出储物法器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接引前被查看之后 若是找到了我道取人生果的证据 自然没什么可说的 若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那又待如何 积去赔礼道歉的话语 可休想打消沈某的怒火 沈洛突然再次开口 阴沉的说道 我 你这是在威胁我 接引道人眼神一寒 语气再次冰冷起来 威胁谈不上 是官师们尊严 阁下要查我的储物法器 与情与礼 总得给我一个说法 沈洛坦然直视 接引道人冷漠的视线 淡然说道 店内群修中不少人暗暗摇头 觉得沈洛有些得寸进尺 实在不治 江神天也没有料到 沈洛会来这一招 不过他已经站了出来 这时候不得不说话 沈道有此话 道也有些道理 若误会了你 确实应该做出一些补偿 我这里有一块星辰金 产出九天星河深处 试炼至星辰法宝的上家材料 就用此物当作无心之过的补偿 如何 江神天取出一块暗金色的矿石 上面绽放着明亮的星光 刺得人眼睛生疼 补偿之事 岂敢麻烦江道有 这样吧 如果此事真是一个误会 沈道有可以对我提出一个合理条件 用你弥补你的损失 接引道人一摆手 说道好沈落点点头 退下手腕上的琳琅环 抬手扔向接引道人 沈落如此干脆的举动 倒是让接引道人微微一正 不过是到如今 他也不能迟疑 接住琳琅环 将神石没入其中 接引道人眼中略过一丝惊讶 琳琅环内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珍贵灵才 以及大批的仙玉 就算这是一个真心修饰的储物法器 都非常惊人 更别说沈落修为只有大成七 他偏了沈落一眼 很快收敛起心绪 运起全部神石 一件物品接着一件物品地检查起来 琳琅环中 放在最外面的是一大堆普通灵才 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不过接引道人没有丝毫大意 仔细探查了一遍 并未察觉异常 灵才之后是各种法宝 均都威力不凡的样子 尤其是一面雪红小帆和一件黑色铠甲 再发出的气息异常强大 就算是他本人手中的法宝 也没有几件能够和这二宝相比的 特别是那黑色铠甲 竟然是魔宝 如今魔族虽然已经渐渐被公认 可流落在外的魔族法宝仍然很少 尤其是这种程度的魔宝 莫非这个沈落是因为储物法器中有这种宝物 才不愿让我查看 接引道人心中暗道一声 仔细探查这两件宝物 没有发现问题 第1108章 圆子现身 接引道人继续探查其他法宝 很快又发现一件魔宝 却是那颗幽灵珠 此物和黑色魔甲不同 内部极其隐晦地蕴含着一个空间 若非他神识强大 几乎没能察觉 接引道人眼中闪过一丝兴奋 挑起所有神识 朝着幽灵珠内渗透 不过幽灵珠是魔族法宝 所用的禁制和修仙之人截然不同 他又没有祭练过此宝 费了好一会才突破禁制封锁 没入里面 然而幽灵珠内只有一些浓郁魔器 别的什么也没有 让接引道人不禁大为失望 法宝之后是一堆仙玉 这些没什么好查的 而且刚才强行突破幽灵珠禁制 以接引道人的神识强度也有些疲惫 大略探查了一下便过去 望向最后几件东西 一块破碎的玉枕 一块火红色灵木 一枚金青两色的鲜果 一个蓝色玉瓶 一个白色圆珠 内部隐藏着珠红色的火焰 这几样东西散发出的气息最为强烈 早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接引道人深吸一口气 随时笼罩住几件东西 一寸一寸的探查起来 他眉头越皱越紧 这几件东西同样没有任何问题 接引道人默然了一阵 在一次展开神时 将琳琅环内的东西重新探查了一遍 仍旧毫无所获 他没有死心 又探查了第三遍 仍旧没有查出问题 虽然不甘心 但接引道人不得不承认 沈洛处物法器里 没有丝毫关于丢失鲜果的线索 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 他按道 接引前辈 如何 沈洛开口问道 没有问题 看来是我误会了沈道友 按照刚刚说的 沈道友可以向我提出一个条件 在下定然尽力满足 接引道人默然一会 江琳琅环和纯阳健配一同递了回来 多谢接引前辈好意 不过检查还没有结束 此事之后再说吧 沈洛将琳琅环重新带回手腕 说道 接引道人有些意外 但他现在还有重要事情要忙 确实没时间处理这个事情 当即点点头 沈洛转身走回位置 琳琅环内那堆仙玉中的一块上光芒闪过 化为一个青色玉霞 玉霞上贴着一块腐露 正是两仪威臣服 他刚刚催动此服 将青玉霞变化成了一块仙玉 隐藏在仙玉堆中 借此躲过了接引道人的探查 只是这里没有两仪威臣阵配合 单凭两仪威臣服 想要幻化青玉霞颇为困难 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沈洛之前才故意和接引道人纠缠不清 以争取催动服务的时间 不过接引道人羞为高深 两仪威臣服未必能骗得过他 沈洛刻意调整了琳琅环内物品的摆放位置 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费了如此多的周折 总算成功了 下一位接引道人扬声说道 沈洛偏了旁边的敖红一眼 下一个要检查的就是敖红 他猜测敖红身上可能会带着人参果 那空域玉霞已经证明能够隔绝天地宝剑的探查 可敖红若真的昨夜前去道果 说不定就残留了一二气息 敖红对沈洛笑了笑 显然非常自信 大步上前 接引道友 请 接引道人催动天地宝剑 一片金光从中射出 笼罩住敖红的身体 天地宝剑内映照住敖红的身影 敖红身周金光波动 探查着他全身各处 吃几个呼吸后 天地宝剑上并未显示出异常 没有异常 麻烦敖红道友了 因为和沈洛闹出异常误会 接引道人此刻态度非常和善 敖红点点头 走了回来 下面的沈洛剑词 也暗自松了口气 一个时辰后 店内所有人都被检查了一遍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接引道人神色阴沉无比 右手捏着天地宝剑 纸截都捏得发白 一言不发 接引前辈 您已经接连调查了两遍 是否可以让我们离开了 一个轻袍男子起身说道 正是之前那位急着离开的 清云道人 这 接引道人眉头一皱 店内众人已经让他调查过 而且接连调查了两遍 按照之前的约定 他需得散开禁止 让众人离开 可到果的贼人还没有找到 众人如果就这么走了 那永远也别想找到 毁坏人参果树的凶手 不过留众人在此 他也没有更好的探查手段 就在接引道人 愁愁不定的时候 他身上突然飞出一张白色玉符 上面绘制着复杂的符纹 隐隐形成一个人影图案 一离开接引道人的身体 白色玉符马上绽放出明亮白光 然后光芒一脸 凝聚成一道半透明的人影 这人容貌轻雅 三缕长絮垂胸 手持浮沉 看起来卓尔不凡 沈落瞳孔一缩 眼前这个人影正是镇原子 不过看起来是一具浮露凝聚的分身 不过这分身非常逼真 和常人几乎无异 连其面上神情也清楚地显现了出来 不知是何浮露 镇原子面色阴沉 双目冷立 显然非常震怒 贯主 接引道人大喜 急忙起身 朝白色人影行为一礼 祖师其他武装官弟子也计数行礼 拜见镇原前辈 殿内其他修士也急忙行礼 事情的起因我都知道了 还请诸位道友稍等 我这便将到果的贼子抓出来 接引道人正要讲述武装官发生的变故 镇原子抬手阻住他的话头 冷声说道 然后抬手一招 一道灰红金光从武装官身处射来 眨眼间便到了大殿外 一闪便穿透了大殿周围的静置 落入镇原子手中 却是另一件天地宝剑 这个天地宝剑比接引道人手中的那个小了许多 通体呈现混沌之色 给人一种苍茫之感 仿佛开天辟地之时便诞生而出 镇原子掐绝一点 天地宝剑轰然而开 烈日般的金光从中铺天盖地般射出 一下笼罩住殿内所有人 神洛也被金光淹没 一股浩大暖流涌入他的身体 快速流遍全身各处 让他再次产生了赤身露体的感觉 而且比之前金引道人那次更加彻底 琳琅环内也没有漏掉 被暖流侵袭进去 神洛心中一领 手指微微移动 琳琅环内 轻玉霞立刻移动位置 迅速没入破碎的预诊中 他刚做完这些 浩大暖流便蜂拥而至 淹没了琳琅环内的一切 虽然这次的暖流更加浩大绵密 但这破碎预诊当真有不测神通 暖流一碰到预诊 立刻 第1109章浮诛 神洛见此 心中松了口气 可就在此刻 一声瑞笑突然在殿内响起 却是从那黑袍人身上响起 只见其手腕上一个储物 法器上金光连闪 更有丝丝绿光从中涌现而出 绿光中还散发出清晰无比的香气 附近的人闻了全身毛孔 都为之张开 通体舒泰无比 当真难以言表 人参果 原来盗取鲜果的是你 皆引到人或人望向那黑袍人 右手立刻掐绝一挥 一道轻光脱手射出 拉出道道残影 瞬间便到了黑袍人头顶 却是一柄青色飞剑 凌空一展而下 但黑袍人早在身上 储物法器出现 一变十变早有准备 身形飞略而出 一晃出现在大殿入口处 让青色飞剑斩了个空 此人大喝一声 周身金光隐隐 拳头上更浮现出一层暗金色光泽 一拳击向青色光幕 视如蛟龙出洞 拳头所过之处虚空呜呜闪 泛起肉眼可见的波纹 狠狠击在青色光幕上 迟拉一声巨响 青色光幕仿佛镜面般碎裂 被击出一个仗许大的空洞 黑袍人没有任何耽搁 身形立刻如垫向外飞窜 秋走 接引道人 岂会这么轻易让对方逃脱 翻手取出一面青色小旗一挥 青色光幕破裂出顿时光芒大放 瞬间凝成一朵巨大青色莲花 黑袍人飞略的身形 被莲花发出的青光禽柱 立刻停了下来 接引道人另一只手也同时拂袖一挥 一道虚幻荧光脱手射出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一闪便飞射至黑袍人头顶 猛击而下 沈落运起悬音泥铜 这才勉强看得到那荧光中的法宝 却是一个银色圆圈 正是他在梦境世界中见过的腹龙圈 黑袍人似乎也察觉到腹龙圈的微能 喉咙中突然发出几声怪异的声音后 身上金光暴涨 勉强将脚下青年的青光逼退几分 身体恢复了行动能力 他手中迅疾掐绝 身上豁然亮起一片云团般的金色祥光 这金色祥光看起来和佛门神通有些相似 但却没有丝毫佛门的纯正气息 反而给人一种阴力之感 黑袍人手中发觉一变 金色祥光立刻化为一只金色大手 挡在腹龙圈前 一把将其抓住 但腹龙圈和金色大手碰触的瞬间 却突然消失 下一刻凭空出现在黑袍人肩膀上 坑得一声牢牢套紧 一片荧光从腹龙圈上爆发 黑袍人身上黑袍被撕裂 显现出下面真容 却是一个满头挥发的邋遢男子 正在奋力挣扎 这人是谁 沈若愕然 其他人也都议论纷纷 似乎都不认得此人 金影道人一言不发的两手掐绝 腹龙圈上荧光大盛 九个清晰可见的符纹从其内漂浮了出来 这些符纹荧光灿灿 一下狂涨斗大 凝成一个银色光照将邋遢男子包裹在里面 那人身体顿时无法动弹分毫 显然被彻底禁锢 金影道人这才松了口气 转向旁边的镇原子 正要说什么 银色护照突然剧烈颤动起来 一股强大波动突然从那邋遢男子身上爆发 其身体更如同充气般快速膨胀 腹龙圈也没有阻止 金影道人神色大变 闪电般转身 两手快速掐绝 腹龙圈上的荧光随之一掌 可惜他还是迟了一步 碰的一声巨响 邋遢男子身体爆裂而开 化为一团黑色骄阳 狠狠冲击在周围的银色护照上 银色护照浮现出无数裂纹 几个呼吸后轰然爆裂 黑色骄阳于是不衰 继续朝周围迅疾扩散 下方的青色莲花被摧枯拉朽般扫灭 青色光幕也碎裂大半 太阳电墙壁也被黑色骄阳冲击 剧烈晃动 似乎要崩溃坍塌 店内群修健壮 纷纷朝远处飞顿 各自祭出法保护身 神洛也急忙后退 并祭出是雪翻护住身体 真先进修士自爆非同小可 众人又都聚集在开阳殿这狭小之地 想要彻底避开根本不可能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镇原子单手一台 一点手中的天地宝剑 一束浓郁金光从宝剑内射出 快似闪电的从黑色骄阳上贯穿而过 暴烈的黑色骄阳立刻停止扩散 然后更好向刺破的气球 快速变得干瘪 几个呼吸便消失不见 一场大祸就此消灭 店内众人都松了口气 望向镇原子的眼神流露出钦佩之色 我一时不察 竟让此人自爆 劳烦关主出手 接引道人低声说道 镇原子摆了白手 看着开阳店大门处 叹了口气 那里拉他男子已经尸骨无存 其身上储物法器也在刚刚的自爆中泯灭 储物法器内的人生果自然也彻底毁灭 接引道人面色铁青 心中更愤恨无比 不过他毕竟不是常人 深吸一口气后便恢复过来 让诸位见笑了 道果贼此已经扶诸 先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接引道人召回青色飞剑和赴龙圈 朝店内众人击手行礼 店内群修纷纷回礼 声称无妨 既如此 接引前辈可否解开禁止 让我等离开了 有人说道 接引道人看向正元子 正元子微微汗手 那是自然 接引道人笑道 挥动手中青色小旗 大殿中围的青色静置徐徐散去 店内群修无故卷入武装官丢裹事件 现在连正元子都出现 早就有心离开这是非之地 纷纷告辞而去 沈兄 正元子前辈既已返回 你应该是要留下吧 欧红看向沈洛 不错 沈洛点头 东海龙宫有事需要我回去处理 就不在此陪你了 欧红看着沈洛的眼睛 眸中闪过一丝深深的歉意 欧兄有事就先回去吧 在下日后到了东海 再找你喝茶 沈洛摆了白手 说道 欧红对沈洛点点头 也转身离开 落大开阳点 很快只剩下接引道人 正元子 以及站在远处的一些武装官侍从 沈道友你怎么接引道人看到沈洛还在 惊讶问道 淡话说到一半 突然想起自己还欠沈洛一个条件 当即住口 这位小道友是 正元子看向沈洛 这位是沈洛 沈道友 本次三届舞会的优胜之人 接引道人不等沈洛开口 抢仙道 我原来是沈小友 白果仙会已经结束 小友可是还有什么事情吗 正元子面露差异之色 上下打亮了沈洛两眼 语气平静地说道 第1110章无能为力 见过正元子前辈 晚辈确实有一事想向正元前辈求助 前辈乃是高人 晚辈也不敢平白开口 接引前辈 就用先前那个条件抵偿可好 沈洛先向正元子行了一礼 而后朝接引道人说道 接引道人听了这话 面色一僵 有些尴尬地干咳了几声 条件 怎么回事正元子看向接引道人 为什么 我先前因为一些事情误会了沈道友 为了补偿 承诺答应他一个条件 接引道人急忙解释道 心里对沈洛当着正元子的面提及 此事颇为不满 原来这样 既然你们有约在先 沈小友有何事情 但说无妨 在我力所能及之内 当会尽量满足 正元子看了接引道人一眼 说道 不知能否换个地方再谈 沈洛一瞥周围的侍从门 轻声说道 乔友随我来吧 镇原子目光微闪 转身朝外面行去 两人在武装关内七转八转 很快来到附近一座清幽的偏厅 此地清静 沈小友有什么事情 尽管直言吧 镇原子请沈洛坐下 和善地说道 沈洛应了一声 取出预诊和那块预板 放在手边的桌上 至于预诊内的清御霞自然早就被他取了出来 留在琳琅环内 这是 镇原子看向二物 念路亚瑟 这预诊是在下早年得到的一剑一宝 能够使人进入梦境 被我颇为重要 只可惜前些时日不知为何 突然碎裂 在下久闻镇原前辈精善练其之术 想请前辈帮忙将其修复 沈洛拱手行了一个大礼 镇原子饿了一声 目光再次回到预诊之上 初时 他还有些随意 但看了几眼之后 整个人神情都严肃起来 伸出修长的五指在破碎预诊上轻轻抚摸 指尖白光闪动 显然是在探查预诊内部静置 沈洛静静站在一旁 不敢打扰 镇原子查看片刻 收回了手 视线落在旁边的预板上 轻鱼一声 当年我得到预诊时 这预板是放在一起的 我请人看过上面的文字 似乎记载了一门上古练器术 沈洛见此 解释道 镇原子对沈洛的话恍若未闻 紧紧盯着那预板 足足一顿饭功夫才抬起头 神色有些复杂 争争不语 镇原子前辈 沈洛等了一会 镇原子仍不开口 于是轻声问道 为什么 这块预板记载的内容 让我想起了久远之前的往事 一时出神 让小友见笑了 镇原子回过神来 笑着说道 晚辈奇感 这预板上记载的 真的是上古练器术 沈洛连连摆手 又好奇地追问 不错 只是这练器术非常天门 寻常练器适用不到 价值不大 镇原子说道 这预板来历神秘 沈洛本以为 预板上记载的是 类似先天练宝诀 玄天控火诀的上古秘术 文听此话 大为失望 那这块预枕 前辈可有办法修复 他随即问起 自己最关心的事情 我虽懂些练器之术 但精通却算不上 小有这块预枕内 蕴含的尽至玄妙之极 我也无能为力 镇原子摇头道 神洛文言 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 怎么会 袁天刚明明占卜 说来武装官会 找到修复预诊的办法 难道袁天刚占卜出错 以前背的神通 真的没有一点办法 他不死心的问道 并为我推脱 实在是无能为力 帮不了小有这个忙 接引到人先前 给你承诺的条件 你可以换成另外一件事 镇原子叹道 既如此 在下也不勉强 听闻武装官内有一尊日约周天卢 不逊于天庭太上老君的八卦神卢 晚辈想借用一次 淬炼一件法宝 沈洛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两久之后才调整好心态 道 此事容易 小有先回去做些准备 明日我让人带你过去 镇原子说道 多谢 沈洛道谢一声 将预诊预版收起 到此离开 镇原子等沈洛走远 翻手取出那个天地宝剑 拂袖一挥 宝剑飞快打开 内部光滑镜面浮现出隐隐绰绰的画面 镇原子看着宝剑 缓缓点头 片刻之后将此宝收了起来 他身后虚空波动一起 接引道人的身影显现而出 观主 沈洛可有提出什么非分要求 接引道人问道 也没有什么 请我修复一件法宝 只可惜我无能为力 镇原子说道 您也无法修复的法宝 怎么可能 接引道人瞪大了眼睛 是奸其真真宝无数 我的炼器之术也只是不错而已 有无法修复的法宝有何奇怪 我让那个沈洛换了个条件 明日让其使用一次日月周天炉 镇原子吩咐道 是 不过那沈洛不是普通的大成妻修士 说不定另有企图 可要我暗中不下尽致 探查一下他炼之何物 接引道人眸光微冷 问道 不用 我方才用天地宝剑探查了一下那沈洛 他和大唐官府关系颇深 而且还是普陀山少宗主的未婚夫婿 不要轻易得罪他 镇原子摇头 是 我明白了 接引道人点头 镇原子还要说什么 身体突然变得虚幻起来 服隐患行服的实现到了 我暂时还无法回来 武装官就交给你了 加紧防范 莫要再弄出乱子 他摇了摇头 语气严肃起来 是 我会尽力 接引道人面色一领 急忙答应 镇原子点点头 身体很快彻底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张残破玉符 空的一声燃烧起来 几个呼吸后化为了虚无 接引道人在屋内默然站立了一会 转身离开 沈洛回到先前居住的地方 在屋内来回躲步 袁天刚的占卜竟然出现了错误 这让他既震惊又烦躁 要知道袁天刚身为大唐博士 占卜之数从未出过差的 为何这次却出了错 莫非那预诊注定无法修复 不能急 袁天刚只是告诉我 来武装官会找到修复预诊的契机 或许那个契机不在镇原子身上 而是其他审问人 沈洛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心里好受了一些 他随即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预诊的事情 开始盘算明日借用日月周天炉之事